極地超級馬拉松運動員陳彥博 歷經了七大洲八大戰比賽 在三十歲站上極地超馬的高峰 三十六歲他近二月 將要再次挑戰 十年前 雖然完賽 但是被徹底擊垮的 育空七百公里極地橫越賽 陳彥博下午分享 這十年的心情轉變 他說這一次想跟自己對話 還有跟大自然對話 放影片調收音充當主持人 陳彥博在二零二三重返 玉空七百公里的記者分享會 全部一手包 他笑稱還在找更多贊助 這樣最省錢 但其實去年底 他也是一個人拖著二十公斤的雪橇 在臺灣跑了四百五十一公里 進行模擬訓練 不過他說沿途好多跑友陪跑 民眾支持 會是比賽時面對黑暗的強大力量 是十七到十八小時 所以真正最困難的 就是心理的挑戰 很多選手崩潰 就是在第三天到第四天之後左右開始 那在第七天的時候 是非常痛苦跟極端的時候 回想十年前 在最冷負五十多度的暴風雪 幾乎黑夜的不斷趕路 好幾次想放棄崩潰大哭 賽後患有壓力創傷症候群 陳彥博說比賽不該只有痛苦 才會決定十年後 以不同心態去重新感受 以前比較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去獨處 然後跟自己對話 那這場比賽因為要連續大概 預計要九天到十一天左右 才能夠去完成 然後都是一個月 所以我這次的心態調整 是試著跟大自然去對話 然後試著去跟自己對話 賽前長時間有氧各項技術訓練 加強肌力補足肌肉並且增重 陳彥博評估身體狀態準備差不多了 接下來要去山上適應在黑夜中一個人住 期待以最佳的身心狀態安全到終點 也把上次十天十五小時的完賽紀錄 再往前推進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台北報導 요�事 兩小時 評估 一